辛劳的小泽在洗车 洗车店 这好不好玩 好玩 我手正拔了 手正拔了 这是门前河道旁边的一条河 鸭子 小鸭子 小小鸭子水中游 小鸭子我们来数鸭子 门前 说 门前大桥下有 好同意 门前大桥下 有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 24678 但这不是七鸭 这里也有一群小鸭子 河水还是比较清澈的 水流也还很大 水好冰 妈妈这不够阴吗 这不是的 上一层 这是我们家对面的一个公园 然后我今天来逛一逛 现在是早上的差不多9点钟 今天是早上的 在外面的一段时间 现在是早上的 我们去摘桃花 把他反正太丢脸了 这老孩子亲男孩子 你说有没有意思 他是他太丢脸了 他竟然亲你是吧 这个是红颜色的槐花 可以吃吗 可以啊 可以整包子吃啊 就是公园的槐花 是不能摘的 你要摘奶奶家 那旁边不是有一棵很大的槐树吗 那我们去摘槐花吧 今天算了吧 今天奶奶不带家 好 是不是导致的空气很好 是啊 非常好 哎呀转秘了 我重新来来再换一种转法 这样转 好 好 好 农村的时光过得真是快 昨天我就是在河边走一走 一瞬间一天就过去了 现在是第二天 第二天天空又不作美又下雨了 我们准备是去半珠笋的今天 下雨的话 我想我还是带奶奶去县城吃懒豆腐吧 因为这个懒豆腐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了 奶奶她80多岁了 她也很久没去过县城了 正好我们去吃吃懒豆腐 带奶奶逛一逛 现在我们去接奶奶 奶奶奶 奶奶已经上车了 我们准备出发 我们一路行驶 感觉上了一座山 看这山下面都是烟雾缭绕 人间仙境 今天下着雨在 前面雾缭绕的 不是这下雨都看不见 这烟雾缭绕 跟天空接着的都看不到 奶奶你冷不冷 哦 不能 这个转弯 我们到县城了 等下 后面 кому要吃 我吃 我吃的 吃烧菜 吃烧菜 吃烧菜啊 你看豆腐的那个 还有啥个粥 这个面是分约的 有那个还有骨盖 不是不是 也差不多到这个四点 今天我们来晚了 懒豆腐没吃到 然后这个点是中午的时间点 我们就在这里吃中午饭吧 这是一个什么来着 穿香回锅肉 闻着很香 很下饭的这个菜 还带过啊 这一点点得多 这哪个那边调味 然后它调完 这都吃起来不是一样的 它调完 他要一样去 你看他好有味 他把人家夹的一半呐 老鲁肉汤是呗 老鲁肉汤 白菜豆腐汤 白菜豆腐汤 你来吃饭肉吧 你过去 但是你应该都饿了 早上那吃的辣豆腐又不好吃 吃的又少 慢点肉饭给我一碗 对 我都慢点 嗯 伤口等不得 嗯 这可以吧 谢谢 我好像也吃了 那我就吃了 这咱们买了东西 我在家里吃沿的时候 有什么味道 那这不煙的 这是哪咱们在家里吃的 我不会吃了 俺们没吃了 吃了 吃哪咱们正宿 你烧到这里吃了 吃了 吃了 看来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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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钱 多多钱给你 手指 多多钱 还得要加多啊 还得要加多啊 是 还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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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钱 我们那时候的这个花椒子 先出一个人朋友 我们那时候不久来 做了这个 来 我给你来 来 给点点糖 来 你够饶 来 够饶 我够饶 你够饶 我够饶 够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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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饭吃完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买点蔬菜 明天我们请奶奶到我们家去吃火锅吧 我们自己家人就是聚着一起好好吃个饭 走吧 这是县城旁边的一条河 老婆去买了点水果 后面看到有卖樱桃的 好美丽的樱桃 哪里樱桃是 这是现火的樱桃 批半斤回山 这是天儿这个 这夜待会几块钱一斤来 在这上 这是这样的 在这根儿里面哦 好我们回家了 奶奶说给我们点菜 现在奶奶正在拔菜 这是奶奶跟我们拔的菜 莫菊小白菜 不要跟没有养 这样的哦 嗯 嗯 一再两个宰得上过来 十种鸡 好走吧 好回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